轟轟龙连续巨响 桥市起重机再高再大 也挡不住货轮重机硬生倒下 这下真的货闯大 起重机倒塌变形货柜四散 两艘船舶的插撞 桥市起重机倒塌之后 大概有造成大约30到50个货柜的部分 有受到损害 桥市起重机的价值 每一部也都在数亿元 两座桥市起重机 分别倒塌跟严重损毁 一座造价高达3亿元 还有现场喷肥的货柜 大约30到50个 以及无辜被擦撞的永明轮 传身破损 这下肇事的海运公司 恐怕得赔偿添加 看到有偏航的现象的时候 有呼叫饮水人 没有获得回应 东方德班轮航行轨迹图也曝光 当时转弯进高雄港时 目标是66号码头 疑似这个角度弯太大 接连擦撞阳明海运的永明轮 在撞倒两座桥市起重机 肇事后目前也被扣留在65号码头 得等海事报告出炉才能放行 70号码头两座起重机损毁 吊挂排除耗时 短时间码头无法作业 肇事公司的66号码头外 货柜车大排长龙 看来这起意外不仅陪大了 也影响双方进出口的货柜运输 记者蔡双集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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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